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幻想過 你未來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呢? 死吵難吵,還在做樓佬? 還是住洋樓,養回狗? 還是趴著Elon Mars一起移民去火星? 但是沒錢,又怎敢退休呢? 正所謂理不理財,財不理你 無論是多少歲的你,投資新手還是老手 都需要學好理財知識 上一集我們講到 Why,為什麼要投資 和What,有什麼可以買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 How,怎樣去投資 不要再只有體字了 當你願意跳出Comfort Zone 踏出投資的第一步 可能就是你邁向財務自由的一大步 我們投資在理通 我們頻道會分享各種投資和交易知識 有興趣的話,就訂閱我們頻道 介紹給朋友,讓大家一起進步 早說財務自由 你們的每一個like和subscribe 都會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力 事不宜遲,去片!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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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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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開始的時候 慣例也先講講面責清明 以下所說的 純粹是個人見解和分析 不涉及任何投資買賣建議 做任何投資決定 都要靠自己三思而行 祝各下投資路途順愉快 好,入正題 可能你會問 喂,究竟怎樣開始投資理財先 投資理財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可以說跟考試一點都不像 沒有sillibus給你跟 沒有分數 沒有標準答案 有人是靠本多中性 有人靠買比特幣買樓 stronghold 有人谷底反彈 逆風翻盤 每一個成功的投資者 都是要經過跌跌撞撞 中過很多伺服 才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投資路 始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制度 為了讓大家容易掌握 學投資理財的步驟和順序 我們就將它整合做四個stages 方便不同觀眾去參考 再調整自己的學習順序 記住 最好的投資就是投資你自己 第一個stage就是學習期 這個stage多數就是指 完全未接觸過投資或理財的學生 又未賺到錢 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學習相關的理財知識 很簡單 單單是儲錢背後 都已經有很多學問和理論 儲什麼儲 有東西想買當然是早買早享受 那你就錯了 從經濟學上來說 今天的1元 遠遠比起你未來的1元 更加有價值 因為你1元 可以用來投資或儲蓄 是有息收的 有滾存的 在70年代 可能10萬元已經呼批到一層樓了 現在 10萬元連首期的一半都給不到 所以誇張點說 你每花多1元 早買早享受的後果 是會蠶食你未來的資產 剛才上面所說的 是自我控制能力中其中的一種 就是延遲響落 Deleted gratification 在1960年代末期 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 Walter Michel 針對小朋友 做了一個延遲響落實驗 或者棉花糖實驗 那個實驗是這樣的 實驗人員 會提供一粒棉花糖 給壽司的兒童 跟著跟小朋友說 他會離開一會 他們可以選 立即吃了一粒棉花糖 或者等他回來再吃 如果小朋友可以等到他回來再吃 就會給他多一粒做獎禮 十幾年之後 這個團隊繼續追蹤這些參與實驗的小朋友 發現當初肯等到研究人員回來的小朋友 不單止成績比較好 也有比較高的抗核能力 延遲響落也是每一個成功的投資者的特質 存錢這件事 本身已經是延遲響落的其中一種 不存錢又如何增值呢 所以大家記住 不要先花未來錢 不要亂花錢 順帶一提 但是數學科的知識都跟投資很有關係的 好像是期望值 機會率 未積分等等 都跟投資 或者交易決策是息息相關的 同時數學也都一門比較客觀的科目 相對容易得高分 自然會增加入大學的機會的 跟著就是第二個stage 成長期 即是說大學生 或者剛剛入社會的新鮮人 如果大家都有儲開錢的習慣的話 就可以小事牛刀 試試投資了 不過 在投資之前 有兩件事是必須要做的 講這些 第一 就是要做好投資的預算 要存到一筆相當於 六個月的生活費的空閒資金 才好開始做投資 而這筆錢呢 是不可以趕著花的 是拿來應急用的 要不然 萬一有重要事要用錢 就要cash out你的投資 就會影響你的投資決定 第二 就是買保險 保險 保險? 沒有病沒有痛 買什麼保險啊? 你先說 我們不是買保險的 只是想說 意外意外 即是意料之外 這些是很難說的 有不少理財專家 都很推崇 五四一法則 即是將人工分成 50%的生活支出 40%的理財 包括了基金 房貸 股票等等 以及10%的保險 當中的保險 就是用來避免收入中斷 或發生意外時 有些大額的支出 不想辛辛苦苦存落的錢 一鋪清袋 就可以買醫療 意外 和危質相關的保險 去對沖回風險了 其實越年輕買 都是越便宜的 保障自己 保障家人 都是風險管理的一環 好了 接著就可以將 限餘資金分成兩個部分 兩個戶口 分別就是 中長線投資倉位 和短線倉位 首先 中長線倉位 都是以5-10年為期 利用Dollar Cost Averaging 即是DCA 用月供的形式去做投資 每個月去買入優質的股票 嗯? 那什麼才是優質的股票呢? 簡單來說 就是你預期5-10年 是會升的公司 鬼不知道媽媽是女人嗎? 買升的公司當然是賺錢的 那我再說一個具體一點 買股票就是買一間公司的前景 只要這間公司的基本面不變 業務有增長 公司賺多了錢 股票的價值 或者分紅自然會多了 而投資新手 就可以買入一些有戶的成河 而且自己用開他們的產品 或者服務的公司 例如Apple Microsoft AMD等等科技股 又或者是Costco Home Depot Nike 可可樂 這些有充足現金流的實業 或者龍頭股票 選五隻股票左右 做一個Portfolio 做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就可以了 可能大家會問 個個都知道Apple穩陣 那為什麼我都是輸 這個就跟入市時機有關 長線個個都知道它會升 但現價有沒有被高股 試想一下 沒理由值5元的東西 你會想用10元來買的 所以進階一點的 想回報高一點的 就可以用其他工具 包括股值模型 股價圖 技術指標 去分注入場 預期股價會再下跌 就當然是等多一會 等個跌多一會再入場買 相對回報都會高了 至於不講月供港股的原因 就是因為美股可以一股一股賣 而港股就要一手一手賣 靈活性相對沒有那麼大 而且都會有稅股的問題 而這些都跟股票的基本分析 和技術分析有關的 我們之後都會有續集再和大家分享 其次 短線倉位 或者叫做投機倉位 就是靠技術指標 或者是市場消息 靠股票的變動差價去獲利 不過大家要謹記一句 等價加換 潛座回報越大 風險都會越大 成功的短線交易 當然可以加速資產增值 但如果沒有時間去買入或者買出 就不要參與短線交易了 不懂就不要賣 否則很容易買到懷疑人生 嗯? 一定要有一個成功的交易系統 才可以在市場上穩定獲利 就算你有新手運 不守紀律 最後都會還給市場的 第三個Stage 就是成熟期了 人大了 大家的資產都在穩步上揚的時候 亦都有能力去給家人更好的生活 沒有的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譬如是 要買樓 結婚 或者生小朋友 這個時候 就要開始存除了股票以外的其他資產了 舉個例子 只是買樓 都已經有很多東西要學了 例如是上集講過的Mortgage 樓宇按揭 或者是轉案 加案 二案 律師費 印花稅 代理佣金 猜響地租 裝修費 家私 火險等等 而且還要關注加息週期 政府的施政報告 有沒有案件陷阱等等 不確定先 就算是頭都大了 同時 處於成熟期的觀眾 亦都需要買入風險較低 而且具有收息能力的資產 例如是股票基金 債券 Risk 等等去分散風險 從而可以做到穩中求勝的目標 最後就是大家夢寐以求的修成期 就是財務自由 意思就是 你的被動收入已經完全可以cover到你的支出 不需要再靠打工去賺錢 財務自由並不是指 什麼都不用管 不用做 只是指你有權 自由選擇想做些什麼 你見股神巴菲特 和他的拍檔Monga 為什麼整90歲 都還要出席股東大會 為什麼財務自由的他們還會去投資 是愛啊 還是責任啊 是因為他們的投資已經不是為了他們自己 而是幫公司的投資者去創造財富 當你的興趣和工作是一樣的時候 就已經不算是上班了 而是一種享受 人生最快樂的莫過於此 最後 引用了一句 已故NBA球星Coby Bryant說過的話 投資這條路是很難很難走的 失敗也是不出奇的事 但是當你20歲30歲的時候不去試 又什麼時候才去試 到時你又輸不輸得起 又有沒有時間給你追啊 大家不妨在下面評論區告訴我們 有沒有其他獨門秘技可以分享一下 而大家又覺得多少錢才能財務自由 記住 在投資路上你並不孤單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定期出片 然後不要忘記幫我們like這條片 在下面留下comment和share給你的朋友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和更新了 數一數這個QR Code 都可以找到我們頻道的IG和Facebook 上面會有不同的資訊提供給大家的 財報消息 即時新聞消息 還有彩蛋 不想錯過的 大家就記得follow我們啦 投資一理通理財很輕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